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十六 今天要來分享油漆篇 很多人會覺得 不會想要把裝潢的預算 花很多在油漆上面 會覺得說 油漆不就是把漆漆在牆面上 其實還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不然為什麼要那麼專業的師傅 來幫你擦油漆 油漆的細工 其實很多都是看不見的 而且有很多是需要循環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享說 那我們油漆做了哪一些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什麼情況會需要油漆 不是只有牆面而已喔 好 我們來分享一下 牆面的油漆啊 是一定會做的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新房子還有需要油漆嗎 可能有些人他會不願意花這個錢 在這邊 但是如果你新房子住進來 你都沒有油漆然後就住進來 你時間久了你會發現說 你只要日積月累或是地震 然後你的牆壁就會 一到痕跡 這是第一個 那油漆的工細在哪裡 如果你重新粉刷的話 第一次他一定會全部都幫你磨掉 就把牆壁全部都磨平 磨平完之後再劈塗 劈塗上去之後呢再磨 因為一直要重複做這件事情 磨完再上底漆 底漆做好之後呢 好 就開始噴嘛 或是刷 那等到你燈具裝上去的時候 油漆做得好不好 你就燈打下去 就見光死了 如果你燈打下去還是有點不均勻 或是不平的地方 他還要再重新磨過 然後再做一次循環 所以其實油漆的工 這個細不細差非常多 對 牆壁是我們有做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天花板 好 那像天花板的地方啊 因為你木工都釘上去嘛 然後板子跟板子之間都會有縫隙 那油漆來就要先抓AB膠 然後等它乾再上一層AB膠 就等於兩次 然後再做劈塗 劈塗完之後再磨 然後再上漆這樣子 其實它的工序是一樣就是很繁複的 因為為了要讓你看到完全沒有痕跡 你就會知道那個工很多 我們還有就是油漆的部分 我們還有做烤漆 就是你如果是手啊 常常會摸到的地方 建議都用烤漆會比較好整理 因為你如果是油漆的話 就是不管是乳雕漆還是水泥漆 你不可能你直接拿濕布 直接這樣往上擦會髒嘛 但是你做烤漆的話 你手摸就沒有關係 然後髒髒的地方 以後你就是用布這樣擦掉就可以了 那烤漆的工也是很繁複 所以烤漆的價格通常都會比較貴 那你只要有木工作的地方 比如說木櫃子 如果你不是貼皮 那你一定就會要油漆嘛 那通常就是會用烤漆的方式 不然你那個櫃子這樣摸一摸 很快就髒掉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電視牆也通常會 如果你不是食材 什麼大理石啊或是貼皮的啦 那通常也會用烤漆的方式 那我們為什麼電視牆很好吃 就是你會髒啊 沒錢啊 沒有 我們本身也不喜歡食材 就是不喜歡那麼冷冰冰的東西 所以就是沒看裝潢的風格這樣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空屋開箱的時候 我去到每一個握房跟浴室的門 全部都是咖啡色的 然後因為我們的牆是白色的嘛 然後白色配咖啡色就是很突兀啊或很奇怪 但是你只要把門換一個顏色 你整個風格就會跳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是忍痛 就是還是把預算花了一些在噴門 就是門片把門片整個上漆 那比你換一個門片還要便宜一些些啦 對 但是這個你噴門啊 真的要看師傅的工 因為我們曾經在家裡 就是請油漆師傅來上 油漆喔 它是刷油漆的那種漆上去 你每一刷都是痕跡 就是你看起來就會覺得 你一看就知道 這重新刷過的 那像他現在已經噴好對不對 我哥那天來喔還說 欸你這個門本來就是白色的啊 他直接這樣跟我說 他說他看不出來耶 因為他這個門框也會噴 就是跟烤漆的感覺是一樣的 然後你以後整理也很好整理 好 然後最後我們還有做就是 樓梯手把的噴棋 因為原本他手把也是咖啡色的 但是這個手把的形式我也不是很喜歡 但是建商就是附了這個 如果你要重新做的話要拆掉 蠻貴的 就拆 然後要重新叫木工做 對 不便宜 所以我們還是想說 不然就是噴成白色的 也比較亮 也比較舒服 我們就選了這個 那噴手把的話 工也是非常多 因為還要磨 然後也是要補土 補土完之後再磨 然後再上漆 非常多 然後尤其啊 除了底漆 或是你牆面的顏色之外 那你如果要跳色的地方 你也是要跟師傅講 然後師傅是做完底漆 然後再跟你核對跳色的地方 然後你跳色想要怎麼做 你想要怎麼刷 怎麼噴 你就是都可以再跟他說 對 這個是我們也有做 某一些房間的調色 那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面牆是 有跟師傅講說 我們也想要做雲霧的感覺 可是師傅不是用刷的 他是直接用噴的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噴啊 其實油漆在現場 我們真的都很難進來 整間都是味道非常重 那像油漆啊 其實他們也有非常多保護工程要做 比如說你要跳這地方 像這個就是我最後跟師傅講說 那我要跳個顏色 那旁邊他白色的地方 他就要貼起來 然後去做保護 那如果你旁邊有一些櫃子 或是家具什麼的 他也要貼起來保護 所以他們的工其實就是很雜 然後很多東西都是一直重複重複 然後也有很多是 要等時間 因為你必須要等它乾 然後再上一次 等它乾再上一次 就諸如此類這種 上次啊 大家如果有看到那個 木工篇的時候 就會有看到這一道 就是 就是上面可以碎人 然後是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玩 那本來就是木頭的顏色嘛 就醜醜的 現在師傅 油漆師傅都已經烤完漆了 這是用烤的 所以質感就會不一樣 然後跳色也做出來了 就是整個就會很有裝潢的感覺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啊預算不要放在油漆上面 其實你如果油漆做得好 你整個裝潢的質感就會大提升 就是大躍進 會覺得說哇 那看起來視覺感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你油漆色選對 你也會有放大的效果 那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如果油漆要自己同胞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價格的部分 單位你可能要比較清楚 像如果是牆面啊 或是天花板 基本上它就是以坪數來計算 就是你看你一坪多少錢 那有沒有聯工代料 這個也要知道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像如果你有要噴門 就是門啊或是手把 它是以一扇一扇 或是一試 像因為我們是透天馬 就是你一動的手把 它是一試 對 它的單位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 一定要知道細節 因為有一些報價還是這樣 就是整棟看完 你把你的需求給它 它就只給你一個價格 就說 比如說10萬 但是你不知道說 10萬做了什麼 對做了什麼 這樣子 然後很有可能 後面你要追加東西 不包含在10萬裡面 對 因為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細項 對 那你自己還可以調整說 閃減哪一些東西 那再來的話就是 油漆跳色 它也會加錢 就是通常是這樣子 對 你跳色越多 它的功越多 然後再來的部分就是 你要的東西最好 能確認多一點 就是 應該說大家其實都會這樣 通常就是想說 欸 我想要這邊跳個顏色 可是我又想像不到說 那我跳起來顏色怎麼樣 然後你有可能跳上去之後 想說 欸 我覺得 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換 這時候就很麻煩 尤其又要再衝上 它又會要再加錢 對 那有一些比較簡單的 它可能就會說 啊沒關係 對大概是這樣子 那 再來的話就是 公期 你 你一定要跟師傅確認好 因為我們的空間比較多 那我們一旦時間定下去了 他如果這個時間沒有做好 我就會延誤到下一個公班的時間 那牽一髮動全身 你就 後面的時間又要再來 重新聯絡 重新喬 會非常麻煩 所以 最好 比如說他說 5月8號會好 假設 那你自己最好再多抓個兩三天 如果你跟他不是很熟的話 就是 對 或是你可能每天就要來頂場 你一定要 對 因為這很重要 你每天在看嘛 你會知道大概進度在哪裡 或是說 顏色哪裡不對 你馬上跟他講 他可以重新再挑 對 那如果電腦選色的話 那就沒辦法 因為 因為 叫貨就是固定來 就是這些料 對 以上其實 就是 同胞它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然後繁雜的事情很多 你一定要有時間 一樣一樣去對 然後去盯場這樣 大家會不會聽完就不想自己同胞 對 想要找同胞 對 可是你就是 嗯 好啦 那希望就是 有分享到給你們 有一些 相關的經驗 對 那也希望說 如果自己有 想要省錢的話 然後有時間 你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對 好 就這樣 好 那 對 如果以上那個 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 加按讚 開啟你的小鈴鐺 追蹤IG 大家還記得就是 我媽的房間 我有做一個這個 小L 就是讓它當那個桌邊 床邊櫃的一個 一個小牌子 然後本來呢 我是請木工貼皮 然後因為那塊皮料 我沒有選 就是我請木工幫我挑一個 比較暖一點的顏色 就很 不小心就挑了一個 太壞 或是太 太奇怪 不是很搭的一個顏色 然後我就越看越不順眼 越看越覺得怪 然後 實在沒辦法 我就跟尤其說 可不可以幫我磨掉 然後再漆 因為我問木工 木工說沒辦法重貼了 因為重貼會很奇怪 然後也不能撕起來 只能用油漆的方式了 就是磨掉 然後整個蓋 蓋上去 然後重新烤一遍 然後這個顏色也是它現場條 那 呃 我還是覺得有點太深了 不過還OK啦 因為灰色也OK 因為灰色也OK